哈囉大家好,我是彰化縣的永大汽車 我是永大汽車的宗翰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台2020年的ES200 首先看到ES200這台是全新的第七代 它的水箱護照變成直劣勢的水箱護照 它的造型變得更加的年輕 比起6.5代那種很劣勢的可以看它是帥氣了很多 再來看到頭盾的部分 健行的一個日行燈還蠻帥的 再來看到輪框,輪框它搭配的是2155 17吋的輪圈 然後再來看到側邊,這台是頂級版的 所以它有盲點偵測 然後四個門都有一鍵上鎖跟摸門解鎖的功能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流線型 那這台車總長大概是4975,快5米的一個長度 那我也後座提供了很高的一個舒適空間 再來看到尾燈 三個L型的燈具呈列確實是不錯看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大的ES200烙印在這邊 這樣的尾燈在一個辨識度其實算是非常的高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架子座裡面的配備 那我們首先啟動引擎 然後還有盲點偵測 然後這邊全彩的儀錶 再來還有三組的電動記憶座椅 然後AUTO的頭燈跟換檔撥片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車載系統的一些控制 然後聲音大小聲 這邊是它的ACC的作動 ACC的開關 然後是2020年以後是標配全速率的跟車 不僅有全速率的跟車 它還有車道維持 然後車道便移警示 然後防追撞系統 這是盲點燈車的開關 然後目前的里程數是72459 可以看它整個內裝的質感表現得非常的棒 它整個按鍵的阻擬感 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然後這個就是雙前的電動座椅加熱的功能 然後後面有一個後檔遮陽臉 再來就是它的手寫板 它整個觸控起來的感覺還不錯 然後它是手自排的編速箱 所以它有S檔可以切換 然後就是AUTO HOLD的功能 然後是待出熄火關閉 然後另外它還有APL Cup A 再來打開手套箱 然後你們有個無線充電板 這也是頂級版才有的 豪華版是沒有的 然後這兩邊都可以做開啟 补送一下APL Cup A 它這個也是2020年以後才有 2020年就是多了 就是小改款 它多了APL Cup A跟車道維持 那跟19年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 然後它ES全系列就是標配有天窗的 看後座乘坐空間 以我170公分的身高 前面是我的標準坐姿 距離前面大概有 兩個拳頭多 快三個拳頭 這個寬度算是非常的大 再看頭頂 頭頂大概有一個拳頭 兩個指頭左右 看一下後座 這邊有一個 12B的插頭 跟兩個USB的插頭 對於後面充電蠻方便 後座出風口 中間這邊拉下來以後 前面是兩個杯架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箱子打開以後 另外還可以放東西 在這邊可以直接拿後座的東西 算很方便 這邊兩個電燈 接著我們來看後箱空間 後面這邊有電磁閥的開關 可以直接做開啟 以一個中大型房車來講 算是非常的大構用的 然後拉開下面就是一些工具 下面它一樣有配備台 以上就是這台2020年的ES200介紹 有進去的觀眾朋友都可以來我們永大汽車坐廠車 也可以上我們的官網查看這台車基本資料以及售價 實在就是 SUM